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表示 乌克兰和北约将会在未来几天召开会议 商讨黑海的安全局势 尤其是乌克兰粮食出口管道的问题 他已经要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召开这次的会议 因为有关地区的任何不稳定因素 都可能会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提案是准备的准备 我们在美国的领域到召开会议 顺利的改变是最快的进入到美国 当时能让安全的条件 只有这能够保证保证 安全和美国在全球 泽连斯基发表影片讲话时声称 俄罗斯在黑海的入侵行动 导致乌克兰粮食出口中断 因此希望能够和北约采取联合措施 确保粮食走廊可以继续运作 黑海粮食倡议星期一到期后 俄罗斯宣布黑海大片的地区 存在航运危险 甚至警告前往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船只 可能被视为军事目标 没关系 白海的顺利